娱乐圈里被老婆坑得最惨的男明星 不是宝宝也不是亮亮 而是老牌古装男神焦恩俊 1994年 27岁的焦恩俊刚凭借七下五一里的男侠 展昭走红 他就要自会前程 官学婚讯 迎娶陪伴他多年的女友黄婉琳 担心儿子的事也会因此受阻的焦妈妈坚决反对 但焦恩俊不惜断绝母子关系 也要给女友一个交代 焦恩俊对女友用情置身谁也想不到 他拍吻戏时从不张嘴 拍吻戏时都不敢张嘴 因为怕女友生气 结婚后 江恩俊更是把所有的钱和财产都画到了黄婉琳命下 他咒服夜出的拍戏赚钱 却没想到老婆按捺不住寂寞 2005年 江恩俊凭借宝莲灯迎来事业第二春 然而此时 妻子却找好了别的男人 向他谈判离婚 江恩俊崩溃不已 怎么苦苦哀求都没用 就是他执意要离婚 然后后来回去我要劝 直到我们去盖章的那一下 那一刹呢 我也在劝 我说能不能不要 为了孩子 然后但 毅然决然地理会 最后 江恩俊只要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他谨慎出户 将一万千家送给了前妻 而为了抚养女儿 江恩俊开始更繁忙地工作 他将女儿送到哥哥家照看 没想到 他的前妻仅心机深沉地寻找机会 挑拨离间 黄婉琳是不是来女儿面前诋毁丑化江恩俊 还把女儿们的抚养权 从江恩俊手里夺了回来 黄婉琳带着女儿搬家换手机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妇女相见 2009年 死女新妻的江恩俊 在网上发布了一封 写给两个女儿的信 信中他真情流露 全是对女儿深深的爱和思念 网友见词帮他全国许女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江恩俊终于有了女儿的联系方式 妇女三人 也就此画起了多年来的隔阂和误解 大女儿江曼婷参加创造101时 江恩俊开始化身头号粉丝 为女儿拉票 只是 妇女之情得到了补偿 但江恩俊的个人感情一直不太顺畅 告别黄婉玲后 江恩俊又和相识多年的林千玉结婚 其初两人还经常在网上求恩爱 但后来却不知为何 这对半路夫妻又不欢而散 像当初 江恩俊扮演的李迅环风流倜傥 在剧中 她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 没想到戏如人生 现实生活中李迅环的情感之路 竟也一样坎坷唏嘘 文字幕志愿者 李迅环